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 时代力量新竹市议员参选人蔡慧亭、林艳甫、黄瑞诚 今天在市府前再度抨击市府 对亲子沙滩细水池水质超标问题视而不见 要求市府应比赵宜兰县东山清水公园 采用游泳池的水质标准 改善水质 让民众玩得开心又安心 市府产发处长吴贾天表示 亲子沙滩是提供儿童游玩的细水池 且环境近似自然海域 市府采用海域环境分类及海洋环境品质标准的海水浴场标准 大厂杆军检验结果也都符合安全标准 部分人士用营业水体的游泳池标准是张飞打月飞 为了选举唯恐天下不乱 请不要让正直口水弄脏孩子欢乐的细水池 蔡惠亭说 她公布自行送检的水质检验报告 发现亲子沙滩细水池的总军落数超标 大厂杆军数也高出逐室营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标准 且有多名家长在网络上表示孩子在细水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质疑是否应拗 不思检讨 不愿积极改善水质 林念福则说 是否为规避维护细水池水质责任 宣称采用海域环境分类及海洋环境品质标准 都与南辽亲子沙滩细水池使用自来水 但宜兰县政府以游泳池水质为目标 反观南辽亲子沙滩细水池却使用不同的标准 要求是否应公布检验报告及改善水质 确保海童细水安全 黄瑞诚则说 是否皆或质疑 应思考改善之道 且应以市民健康为基础 怎会以政治语言回应 实在不应该